這樣的做法,我們是把它放在這裡,其實坦白講,放這裡一定是不太好的,感覺怪怪的,為什麼多這個東西出來 所以理論上,我們要做這個清單怎麼做出來,第一個有不要放這裡,在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那如果將來要做清單的話,原來應該是任意值把它改成清單,那你的來源的部分的話,會指向一個範圍 不過這邊是指向這裡,但是這種做法不好,主要會有幾種,第一個,我們可以指向一個範圍 那不過這種方式的話,不是那麼好,建議是用名稱範圍取代,那什麼叫名稱範圍 就是說第一個,把這個範圍減下來,第二個的話,在這邊建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在這邊,先打一個欄位名稱,欄位名稱的話,比如說這個欄位的名稱,就是叫年 比如說這個是一個年的部分,年 那把剛剛的部分,剪到貼到A2的範圍,把它剪下來,再放在A2的範圍 那再來給什麼呢?給一個名稱,那給,怎麼給名稱呢? 特別是說,剪過來的時候,上面一定要給一個,它的一個名稱 然後再到公司裡面,找到什麼呢?從選舉範圍建立 那因為它的名稱,就是在頂端列,所以把頂端列打勾 它會自動怎麼樣?去找你的頂端列上面有個名,有個名稱 自動幫我放在名稱裡面,它會在名稱裡面會出現 OK,按一個確定,看一下,有沒有,你指的就是 這個工作表的這個範圍,按確定,按關閉 那將來,這個沒有,對不對?如果你要加的話,在一樣,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這個範圍有沒有,它會幫我們改過 可是我不建議用這樣,因為這樣的方式,在那個2003以前的版本,是不行的 2003以前的資料來源,只能夠在同一個工作表,不能夠跨工作表 所以如果你們現在用2003,這一招是不管用的,但是另外一招可以 F3,年,按確定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剛剛不是有建一個範圍對不對? 那個名稱呢,將來你都可以透過F3,去把它呼叫出來 F3,那個就是叫做所謂的一個名稱 那個名稱部分的話,我們只要,下一次要用的話,就是在這個資料驗證 把這個名稱刪除掉之後,按F3 它就會跳出這個名稱 那如果你有幾個,就會秀出幾個 那這個方法其實還蠻好用的 因為就不用記了,反正就在那裡嘛,你就指向給它 按確定 按確定,OK 所以第一個方法,我是建議用加一個名稱放到裡面 那第二個的話呢,其實一到十二個月會不會改變?應該不會吧 有史以來,一年都是只有十二個月 它不會改變那個規則 應該不會變十三個月,十四個月吧 也不可能說由哪一個國家去制定 所以喔,如果資料是固定的話 我建議你乾脆這樣,寫死的 也就不會變嘛 那你乾脆寫死,寫死的話 就不用給一個來源啊 你就可以用什麼方式呢?就是這樣 一一豆點 這樣就好了 一一豆點,二豆點,一直到十二 應該不會變嘛 那你就寫進去在這裡就好了 所以特別說 如果你那個資料以後永遠不會改變的話 你就寫一個項目,豆點 第二個項目,第三項目 這樣不就好了 這樣也好維護啊 不然你資料有時候寫到哪裡去 自己都忘記了 OK,還要再找 或者如果不小心刪除這個工作表的話 那這邊不就沒有了 OK 所以按確定之後 那這樣的方式,比較好的地方就是 他不會找你麻煩 而且很簡單 所以以後如果你像他清單裡面呢 資料是永遠不會變的 或者是幾乎不會變的話 那我建議你用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最簡單嘛 如果說你那個資料會隨時可能會變動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在這個範圍 建立一個什麼呢 公式裡面 從選舉方法建立一個頂端列 那這個頂端列的好處就是說 將來如果你有很多欄 你要同時建立的話 你可以把很多欄一起選舉 一起把很多欄的名稱變成名稱 OK這個方法的話 蠻好用的 那這個是下拉清單 那請各位試著把這個下拉清單 玩玩看 那等一下再來看 這三個部分的訊息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定義名稱下拉清單的話 其實還蠻簡單的 而且用到的機會也蠻大的 那這種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可以幫助一般的使用者 或者你們自己在輸入資料的時候 可以用選的 而不要用自己key的 如果有些資料呢 可以用選的 當然就不要自己key